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有沒有人因為追劇追到睡不著 為什麼 覺得很好看 繼續再看 不行 因為有的時候 你累過頭 對身體真的不好 但是睡眠是現在大家最缺乏的 情緒也好 壓力也好 明明就很累 我也是跟大家分享 倒下去 過了過了過了 很久才睡得了 你如果過了過了過了 睡得了還OK 就怕過了過了 天不降了 那個心情更加鬱陣 當然還有疫情的關係 大家也是很慢 沒辦法做運動的 也有人坐完月子人就在家裡 本來想可以受回來 給我疫情關係 苦苦吃 苦苦吃 苦苦這群也很大 但是他們也知道說 睡眠非常重要 對我們代謝 各方面都有影響的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好好討論一下 怎麼來解決一些 失眠的困擾 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好 請到這一位 也是生了也是漂亮的 我們歡迎陳英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英文 美鳳姐好 媽媽睡得好 一家心情跟著好 是 她說她沒運動胖了 我就還好 還是那麼正 醫藥記者全家裡 要因三大睡不好 像用科技法寶 解決你的困擾 這個很重要 當然我們要請教專家 今天我們要歡迎保健達人 陳詠卿先生 謝謝 催眠不穩的原因非常地多 小心 睡不好 會肝火旺又傷身 火氣太大 有時候瘦皮不好睡 口乾舌燥的 我剛剛問陳英文 這因為妳真的是恢復得很快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肉長出來 所以法令紋什麼都不知道 好Q彈 我現在生完六個月 我本來就是 剛從月子中心回來的時候 本來其實已經受毀 原本的體重了 結果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想說 小朋友這樣很容易生病 當然 我如果常在外面工作的話 跑來跑去 又坐公車 坐巴士 我就想說 算了 不要去上班好了 就在家裡面 在家裡沒事 就追劇 就像剛剛鳳姐講 我就追劇 但有時候追劇 追到 就真的追到早上 然後我就後來發現 我的體重開始變高 變多 量 就是對 比較重了 其實照顧小孩 每四個小時 就是要起來一次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可怕的是 因為我想睡覺的時候 我小孩起來了 我就趁小孩睡覺的時候去追劇 那我想睡覺的時候 小孩起來 是不是我就很生氣 妳快睡了 我奶嘴一想要給它塞進去 應該肚子餓了 對 小孩就很無辜的 我跟我老公哪一個 你去泡奶奶 他就踢到腳都瘀青的 所以有時候真的很可怕 那個睡眠真會影響妳的情緒 而且那時候情緒影響到 我老公就說 妳是產後憂鬱是不是 有時候想一想 如果真的沒有睡好 是真的有可能會產後憂鬱 可是還是 睡魁禍首 還是我自己 時間沒有去分配 她要算不錯的時候 要睡就不能睡 算很好 對 家裡有睡眠的困擾嗎 我前陣子的心情比較低落 然後就很容易想很多事情 然後就睡不著 你躺在床上 你會想著一些不好的事情 你就越想越清醒 越想越清醒 然後一個睡不好 半年的時間 我的膽固醇 腎上腺素 所有的 還有我的體力荷爾蒙 也往下降 還有就是晚上睡覺 才會長高高 然後長漂亮 你知道生長激素不分泌的話 我們皮膚就不會變漂亮 對 有段時間我就皮膚常常 開始有點黑斑 那種斑點出來 安全 我之前的皮膚是 不用化妝 都沒有一個斑點的 就差好多 還有人 不好睡的就是 稻瀾或什麼 可能跟更年期什麼 都有一點關係 就不好睡 有 像比如說 像我是已經快40了 有時候 還好 有時候就想 沒有 有時候會想說 現代人真的有時候看3C 或是你的操環比較多 你就會很容易 會不會提早跟年期 所以我之前 差不多兩 三年前吧 我媽媽就好像 曾經有發生過類似的 怎麼 因為那時候我妹妹就跟我講說 媽媽最近在工作的時候 情緒都很不好 就是有時候如果有一個心 就是不順的事情 她就很容易就會罵人 意怒 對 然後我妹妹就會說 妳幹嘛 妳是更年期是不是 就是 因為媽媽也是停經的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原來好像 生理期停掉的話 會對女生有一點影響 因為我前陣子就是自己 有點心浮氣躁 我就想說 天啊 我該不會更年期要到了吧 妳不能拿這當藉口 對 妳還年輕 對 但是就是會這樣 然後再來是像我婆婆 我婆婆其實我剛剛看 一開始嫁過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身邊的朋友 在吃安眠藥的習慣 因為我婆婆當時有吃安眠藥的習慣 我就覺得很奇怪 安眠藥好像不是 常常會在吃的東西 我就問媽媽說 我說 我說媽媽 妳在吃那個安眠藥是 為什麼要吃 她說因為有時候 心臟也不舒服 再加上 明明吃了安眠藥 但是並沒有讓它放催去 她整個起來就 妳們要吃飯嗎 妳爸爸吃飯 就是類似 它會有一種 症狀不同 很像類似在夢遊的感覺 其實我們台灣人 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人 有睡眠障礙 然後這個睡眠障礙裡頭 又以女性跟老年人居多 我們台灣 吃安眠藥的人口非常地多 一年要吃到三億顆 對 其實吃安眠藥 金正醫師建議是說 你兩個禮拜內 你症狀沒有改善 你要去找出你為什麼失眠 而不是一直依靠它 你知道吃安眠藥 發現各類的狀況很多 曾經遇到有人是 吃了安眠藥之後 就馬上清醒 幹嘛呢 打掃家裡頭 然後 這種還滿好的 就在睡著了 那個應該是 這總會打掃太久了 要多吃兩個 想要再打掃的 然後就睡著了 睡著醒來之後 我想 早有人來 我們早 打掃嗎 然後完全忘記斷片 然後或者是 很多人吃安眠藥 吃到胖 是因為 他吃完安眠藥之後 就開始打開冰箱 把冰藥的東西吃光光 而且我不會撐藥效 明明就是應該要去 好好的去休息了 但他不會把自己 放給安眠藥 他就是反而撐掃 其實我們希望更 可以知道一些就是說 有沒有比較溫和的方式 其實可以來幫助 比如說吃什麼食物 最早以前大家常常聽到說 睡不著去喝牛奶 對 奶奶有沒有 牛奶裡面含有很豐富的 色胺酸是什麼 就聽說有鈣質而已 所以它是因為色胺酸的關係 對 因為為什麼有色胺酸 是因為我們體內有一種 睡眠因子 叫做退役激素 退役激素 它的最前區物就是說 從色胺酸開始 吃到我們體內以後 我們身體藉由有色胺酸 然後開始去合成 存退役激素出來 色胺酸它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 它是必須胺激素 所以我們必須藉由飲食當中 去獲得 然後讓我們身體去製造 退役激素 如果平常有睡不著的人 為什麼會說 最早的時候醫生會說 妳去喝杯牛奶 然後去睡覺 台灣有三層乳糖不耐 所以也不建議 也不建議 都拉肚子 對 所以 所以現在有那種比較純的 色胺酸 可以來補充 這是一個 後來 譬如說我們最近電視 不是一直在廣告 要吃什麼 對 對 芝麻酥 我們藥師去查方便的資料說 奇怪 吃芝麻酥為什麼會幫助睡眠 因為我們翻了很多的書 它沒有鎮靜 它沒有作用 不過我們很納悶 後來我們發現說 火氣大的時候它會傷肝 因為你肝火越旺的時候 你就會越睡不著 好 這個芝麻酥 事實上它本身是飽乾的 好 你就要把肝臟保護好 然後你把火氣降下來 你就能夠好好睡覺 謝謝 所以可以多吃芝麻 但是也不是吃生的芝麻 因為 那是因為芝麻裡面 含有一個叫做芝麻素的東西 那個含量非常非常地少 所以你要吃很多的 很多的芝麻 芝麻油脂又很高 不是很容易胖嗎 對 所以 在我們的概念裡面 是因為我們要 我們在尋找 市面上一些很好的 幫助睡眠的原料的時候 或是幫助我們身體 有益健康的時候 我們會找出一些 比較純化的東西 所以芝麻素它是一個 很純化的東西 好 了解 譬如說像 酸澡人是我們發現說 我們剛才講到說火氣 火氣有虛火 有石火 石火 可能他不瞭解什麼叫做石火 石火就是說 你本身身體會熱 要叫做石火 原來是在底 對 石火你必須要用清涼的 可是虛火的話 是你身體會涼 不能 你要補 虛不多補 可是虛火跟石火比較容易辨別 虛火要怎麼去感受我虛火了 你虛火的時候 就是譬如說你皮膚比較乾燥 你皮膚比較乾燥的時候 比較容易口乾 舌燥的時候 你身體感覺比較涼 比較偏缺水的感覺 會倒汗 這個時候就比較屬於虛火 可是我們一般人沒有辦法去區別 中藥那麼多 可是你也不曉得 有一些中藥是良性的 有些中藥是溫性 補性的 你也不能夠亂吃 吃錯的 對 要經過醫師指示 對 所以我們發現說 酸藻仁剛剛好 它不熱 不冷 所以它性味乾平 然後它入心筋 它也入肝筋 可是酸藻仁是什麼東西 沒有看過 誰做什麼樣 沒有看過酸藻仁 今天為大家準備的 這就是酸藻仁 一顆一顆的 今天教大家分享 這是從哪裡 所以藻子 這是從哪個東西裡面 沒有 它的名稱就叫酸藻仁的種子 可以吃嗎 可以 酸藻仁中藥裡面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湯頭 叫做酸藻仁湯 它可以鎮靜 安眠的效果 還好 香香的 香香的 現代的人 睡眠不好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因為 情緒 對 壓力 工作 太過於疲勞 這個很硬 這摸起來就像紅豆一樣硬 知道嗎 這個變不好 這個要 不是 這個要熬的話 要很久 市面上有很多 房租睡眠的產品 非常地多 我看了那麼多以後 其中只有一家 它是用酸藻仁為主藥 或主技 我覺得它找對了 是因為 它知道說酸藻仁 事上是適合很現代的人 無論是因為你心情的原因 或者是你工作上的勞累 它補心又補肝 它對於心跟肝 它都有補的作用 所以它可以把你的 因為你 譬如說 你因為緊張 焦慮 所引起的 你無法睡覺 或是你今天工作太勞累了 肝火上來 我發現這個產品不錯以外 是因為它除了酸藻仁以外 以中藥為底 然後它加了又現代的 科學的東西 譬如說 我們剛才講的 芝麻素 芝麻素 色胺酸 色胺酸 這兩個很重要的 色胺酸 它會幫助我們身體會製造脫葉激素 我們的睡眠硬直起來了 我們就會比較好睡 它大概就是 它大概就這樣 它做成膠藍 它大概就比較好使用 不會太大顆 因為我剛剛就心裡想說 會不會太大顆 如果太大顆的話 我怕吞不進去 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芝麻 好像大家有聽過 芝麻這個東西 聽過 芝麻事實上是我們腦神經的一種 神經的一種抑制劑 這個芝麻 我們身體會 自取會產生 雖然說年紀大的人 有睡不好 可是年輕人也有很多 是這樣的困擾 對 所以我想了解 其實像這樣保健的食品 有分適合哪些人 哪些人不適合嗎 它對於學生 因為考試的壓力 或者是睡不著覺 或是明天要去旅行 今天睡不著 給他吃的話 他可以吻合他的情緒 我問一下 因為像我婆婆她之前有吃安眠藥 但她後來不 因為很多副作用 她是不敢吃 如果說她吃這個的話 可以取代安眠藥嗎 建議她是 慢慢減量 然後配合著它 慢慢你減量 然後你減量的時候 你覺得你還睡得著 然後就慢慢地減 減到最後 你可以完全不要依賴 安眠藥 有出國人 常常出國人 到某一個地方 它就有時差 對 好 就可以這樣調整 對 我覺得很需要 因為像我之前常出國的時候 每次只要 因為有時候到歐洲國家 或是美國 你就馬上在飛機上 你就要調時差 以前都會偷偷吞退那些激素 然後讓我該睡的時間 對面那個時間 該睡了就應該要睡一覺 可是就是變成說 那個如果沒有調好 如果我時差沒調好 我其實會長唇泡疹 我睡眠不足 就是免疫力下降 對 睡眠不好的 火氣大的時候 說過度疲勞就會讓我們 整個的免疫力都會一直 下降下來 真的 我常常為了要去工作 然後就長一圈那個很難看 沒錯 其實睡眠不足 引起的問題非常非常地多 除了三高之外 還有癌症 還有奇怪的病 然後都跟我們睡眠有關 有一個科學家去研究 一個 2000個醫學期刊 他發現說 這麼多的病 包括我們聽到的 憂鬱症 癌症 三高 肥胖 都跟一個東西有關係 叫睡眠 所以他給了大家四個字的治療 叫 為什麼要熄燈呢 其實我自己 因為最近也因為睡眠不足 讓我很多的問題發生 我很害怕 因為我知道 然後我的狀況已經出現了 我已經 膽過出已經過高了 然後就有人介紹我這個 好酷 超厲害 有什麼意思 這個睡眠眼鏡它是 太空人就是用這個技術 來調整它的時差 不然太空人其實都沒有 白天跟晚上的 它有一個綠光的效果 這邊 它可以用手機打開 我手機跟它開始了 要跟手機結合 你就可以打開它 然後它就 這邊有沒有看到綠光 有 我看到哪有 然後用 對 用綠光的潑長 就是每天早上 我睡醒之後 我就戴上這個睡眠眼鏡 不是睡覺的時候戴 這非常非常科學 我剛剛為什麼說用科技來幫忙 這高科技 黑科技 它用綠光來 讓你的睡眠機制重新調整 大家因為追片 或者是一些文明的電燈 3C產品 導致我們睡不好 我們的睡眠機制喪失了 但是綠光可以刺激我們 原有的睡眠機制是什麼 就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所以這個綠光 它可以刺激我們的大腦的 松果體 它分泌了 退黑激素 自然而然的 分泌退黑激素 你早上起床 對 早上起床 才戴 就戴 這個是 白天會抑制退黑激素 晚上就讓你分泌 很大量的退黑激素 我朋友介紹我的時候 我說 NASA太空人都在用 因為太空醫學是一直被 醫學界很推崇的一個醫學 所以它就用這種方式 來讓太空人知道 大腦自己去調節 我這時候要睡覺了 我的松果體開始分泌 退激素了 所以是 然後戴了30分鐘 它有分三種模式 一個是20分鐘 很快 快速型的 就是比較 對於時間比較緊 或者是你的狀況 沒有那麼嚴重的人 你可以用20分鐘 像我就用30分鐘 我後來戴了4天到第5天之後 我居然可以 對 白色 就是就戴在鼻子上 白色給妳戴 妳知道漂亮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妳說戴妳的衣服 要看著它嗎 看不到的時候 妳覺得正常做事情嗎 綠光會直接射到妳的眼皮上 但是我就看 我不用看著綠光 不用 不做看它 是剛好照 我做大事 它自然而然 可以看電視 它其實是 讓妳的大腦 恢復正常的機制 因為我們被打亂了 譬如說妳往後追劇 本來松果體該分泌推移技術 妳沒有分泌出來 所以妳不困了 但是這個綠光的效果 它讓我們的大腦機制 重新調節 也就是說 我們到了晚上的時候 開始要 松果體開始作用了 它就喚起松果體開始作用 光療其實是一個很流行的治療 光療就讓我們的松果體 開始分泌推移技術 然後就會很好睡 要有固定什麼時間大隻比較好 建議是一早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 有什麼 因為當我們起來之後 我們開始要做一天的作息了 然後我們起來之後 我們科學家都會建議 我們早上起來幹嘛 曬曬太陽 為什麼 早上起來要曬曬太陽 跟我們早上起來要帶綠光一樣 早上起來曬曬太陽 我們整天就被喚醒了 你的松果體就知道 現在是白天了 我該工作了 我該清醒的 然後到了晚上 松果體就開始分泌 退卸技術 你就愛捆 像我之前在帶到 第四天 第五天的時候 到了晚上 晚上我就好困了 然後重點是 我很開心的是 我可以一覺七個小時 我眼睛睜開 七個小時 我不是 我再也不是三個小時醒來一次 兩個小時醒來一次 我其實每一個人都必須 一整個晚上 要有五個睡眠時段 譬如說第一個循環 要從入睡到淺眠 到深睡期 到快速動員期 很多人睡覺 越睡越累 有什麼 他們從來沒有到第三期 第四期 就是深睡期跟快速動員期 他們都沒有進去 沒有做面膜的人 其實不好 有做面膜 快速動員期就做面膜 你這些 這五個循環都睡好了 你自然什麼病都不會有 真的 它這個就是 再起來 再站起來 去洗面膜 去洗牌也沒關係 對 然後準備早餐 都OK 都OK 不然很久 一天有住一次 一天有住一次 而且它直接 USB充電 對 它可以有這個充電 然後重點是 你看我們的黑客戟 而且還滿漂亮的 那個套子 白色 這套子有多可愛 出古早也很方便 對 我知道 這個可以變成三角形的 那個立體的 你會冷氣 上也會大 很不錯 漂亮 這好帥的送禮物 對 因為是一個睡眠專家 推薦我 然後我就試試看 真的行 而且我也去了解了綠光 對我們大腦波的好處 就是它能讓我們刺激 我們大腦重新地 把睡眠機制找回來 我們現在都太多繁忙的事情了 然後或者是追劇 或者是想要睡那個 那個睡覺的時間 時間一過 就睡不著了 對 真的 那個時候要睡就要睡 你又經過 你又不亂 很累 所以今天很好 過程來 對體內我們來保健 來調整 是 你油化 不是鄉公叫你 阿明油不要吃 你肯定溜溜 有溜溜溜溜溜 我有一天你好像沒溜了 沒關係 要不然人家有一個依賴性 你不要鄉公沒有 有一點慢慢的 所以因為這樣子 再來 你如果說在外的話 比如說你體內這樣 再起來 你住一個半天很久 不然因為現在進步 知道現代人很多問題在哪裡 所以真的要研究 把一些好的東西 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今天這兩行的結合 真的是很棒 很不錯 真的很不錯 你要睡得好 你才有精神來迎接 各種不同的挑戰 才能夠把家庭過好 自己過好 才能好好過生活 享受生活 真的 太好了 嘉莉每次都分享很棒的東西 英文現在可以幫家人 解決問題 而且我剛剛戴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好像有點精神 因為它的整個字 本來變得有點亮 對 本來就是早上要曬太陽的 道理就是這樣子 了解 非常謝謝 也學到了 也學到了 所以基本上 早上兩顆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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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美鳳有約 美鳳有約